字幕提供 有一天早上 我起床後 覺得自己 真的有點胖 我決定 開始用滲透的方式 讓自己 瘦下來 各位觀眾早安 我先量一下我現在的體重 我的體重現在是 85.4 做嚴格的滲透 會有什麼樣的效果吧 好 黃奇姐 我要開始做神童了 這個人是見證我第一次做神童的人 為什麼要好好要破壞這些神奇咧 可是那時候我瘦很多 不要啦 你去運動 我有運動 去前健身教練 剛才多是你健身教練 我也是有健身教練執照 那個是幾十年前的 呃 03 04年 應該04年考的 15年前 有神童不要神童 神童好 不要啦 空殿本就好啦 好 今天來到第二天啦 嗯 第二天然後趕我媽媽來 好齁 對我 怎麼會這樣 然後這是 我弟弟 我妹妹 公妹妹女兒 然後我們今天來家庭聚餐 應該等一下只能吃這個吧 這個豆腐 不可以吃 終於來一樣我可以吃的東西 肥肉 控肉 可是這個 醬有點誇張咧 吃一個 應該是可以啦 一個 還有魚 今天人吃的其實也蠻多的啊 就是 肉 菜 魚 OK啦 今天沒有工作嘛 我今天就在家裡做 一套雞翅 整個把它丟進去 唉唷 好燙喔 一個人吃這樣多好像有點多 不過先做先做了再說 終於好了 你看這些油脂都在這裡 唉唷 這個就是我今天的午餐啊 很想加番茄醬 可是不能加番茄醬 就這樣吧 開動 馬來西亞基本上所有的公寓呢 都會有 健身房 然後我家這裡的健身房 有 五台跑步機 三台 滑步機 腳踏車 腳踏車 腳踏車四 可是做重量呢 就只有這些 1 2 3 4 其實我今天身體發生了一些變化 很感謝說我在做這個 day to day的紀錄 我今天有兩次 心跳 太快 心記的感覺 在我查到的資料裡面 大概正常都在兩個禮拜後 才會到來 我在 第六天的時候就到來了 今天有兩次 當心記的時候 我休息也沒有用 吃東西也沒有用的時候 我就用了一個方法 就是補充電解質 因為我之前查到的資料是說 吃鹽巴 增加電解質礦物質 所以我就 我在運動的時候都會買這個 喝完之後基本上我的都感覺滿舒服的 不過我是喝冰的 不知道一般人你們喜不喜歡喝冰的 或者我也不知道生痛的時候能不能喝冰的 今天是第七天 我已經發現我體重很明顯很明顯的改變了 每天在家裡這樣子 做飯有沒有 所以今天呢 禮拜天 靠掃一下自己 我們來吃日本料理 其實吃吃料理 相對來講會比較貴一點點 然後可是呢 都爽 而且這些油脂都很多 你們可以看得到 脂肪都很多啊 雞蛋是可以 哇好燙喔 吃雞蛋 嗯 然後我還有點一個鮪魚頭 可是我真的是太餓了 我就先開始 然後第八個晚上呢 因為今天工作有點多 然後我工作完的時候已經 堅持忙慣了 我就上網找說在吉隆坡夜跑 比較好的地方有幾個 結果發現其實吉隆坡夜跑 滿不適合的 我也是傻眼 這是我第一次夜跑 而且你們看這個環境 我根本找不到入口 那個我們要在那裡跑 而且也滿暗的 其實第八天的時候呢 我覺得有一點瓶頸 這個瓶頸呢 是嘴殘 今天特別想吃東西 所以 這是一個比較 我自己的關卡 如果想要用生酮來減肥的朋友 可能你們在第八 第九 第十天的時候 就會碰到這種情況 今天是第九天啊 我想分享一件東西 不好意思我還是很喘 因為我剛從健身廟上來 在我那個為什麼骨折 這個影片裡面呢 我有提到說我要做 30天減10公斤 就有網友在下面留言說 啊這樣我的飲食會不會 不均衡 我今天就想說 我來介紹一下 我在這 過去的九天好了 就今天用一點第九天 我的飲食是什麼搭配的 除了生酮以外 我還搭配一些保健品 這個是我第一個吃的 這個其實它就是一個 椒鹽軟骨酥 這個我在台灣買的 然後第二個是我在馬來西亞買的 我去醫院 復健的時候買的 它就是說有很多的 維他命的 B啊 E啊 然後C啊 之類的 我每天早上吃一顆 接下來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我每天要喝兩公升的水 這個今天還剩那麼一點點 接下來兩個就比較特別了 這個呢 是我跟韓國鄭多彥老師 合作的一個detox 欸 抱歉不是在打廣告 大家不要誤會喔 這個detox還沒有上市 大概會在今年9月10月吧 一般上市面上detox 都是粉的 你拿來泡的 我們這個研發出來 是液體狀的 打開了直接來喝 為什麼說剛研發好呢 連包裝袋都還沒有設計啊 多可憐啊 因為我們在做神通的時候呢 我們的消化系統會變慢 如果你一個禮拜大便少於3次 那就是有問題 然後最後一個是比較特別的 這個是最貴的東西 如果你們有看我的IG的話 就會發現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就叫建築長 這個一包要500塊馬幣 500喔 不是500台幣喔 是馬幣喔 今天最大的問題是 我覺得我今天脹氣非常嚴重 一直會想要打擱 我好像每天的問題都不一樣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那我們明天就第十天了 三分之一 明天就三分之一了 大家早安 今天是第十天了 我已經堅持了三分之一了 為什麼今天會這樣開場呢 因為今天有愛心早餐 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就是有人在後面做的愛心早餐 酪梨 牛油果 然後有培根 油脂非常豐富 和雞蛋這樣就夠了 水這麼多 原來是檸檬 看不到咧 因為不能走出來 今天是第十五天啦 今天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 我壓力會很大 因為今天呢 我壓力會很大 也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他也投資一間酒吧 開幕 然後去那裡一定要喝酒 可是我現在不能喝酒 看要怎麼樣去拒絕他們 那時候 你就往裡面的小杯 找一道 OK嗎 不可以喝酒 喝完了 看得到那裡有獎品 今天這個喝酒 他那個你會難吃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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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人都會難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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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沒有變瘦 我有沒有變瘦 你瘦一點嗎 才一點而已 一點而已 一點而已 你們評一下 到底有沒有瘦到 有沒有變瘦 因為他是真的變年輕 只是瘦了嗎 OK 我們明天見 掰掰 過去的16天 在我身體發生了什麼變化 我覺得我早上起來的時候 精神更好 這個是真的 而且很自然 就會自然醒 發現我的健身房的那個 器材不夠使用 健身 減肥 升級健康是一輩子的事情 好像這是女人講的話 今天是第二十天啊 有一個工作 我覺得你們可以看到一個影片 就是 我要吃七天的月子餐 其實蠻難的 像我們這種工作 YouTuber本來就不是人過的生活 累到要死 而且我還有一家公司要管理 我吃了一個禮拜的月子餐之後 其實我體重上升一公斤 我突然吃到糖 我的碳水也上升 我覺得我 在過去一個禮拜是沒有同體的 月子餐的做法一定會有醬油 會有糖 所以我基本上我已經是 已經包蛋爆了一個禮拜 然後我要從今天開始 要重新進入同體的生活 其實不容易啊不容易啊 我覺得三十天是一個很長的計畫 你們沒有做的時候可能還不知道 做的時候你們會發現 其實很難很難很難 太多變數了 對中間我女朋友還常無言 住院 我要去照顧她 今天是我的生日 23號 然後不公開幫我做一個蛋糕 很漂亮吧 不公開真的做得很棒啊 今天應該是我的第26天 30天減4公斤 是不可能成功的 我現在可以肯定 因為我已經知道我的減重會失敗的原因在哪裡 就是我的睡眠是嚴重的不足 如果大家用神通的方式來減重的話 記得一件事情 一定要有足夠的睡眠 至少至少七個小時 我過去兩個禮拜一天最多睡 最多六個小時 然後最少是四個小時 我大概都沒人工作到五六點才結束 然後在床上睡覺是六七點 早上十點十一點就要起來 上禮拜不公開 在五六點的時候 就來到客廳問我一句話 你是不是又忘了睡覺 我覺得挑戰失敗也很合理 因為我的睡眠真的嚴重不足 然後這個傢伙 睡著了 我蠻喜歡這樣和大家分享我的生活的 雖然可能挑戰失敗的機率很大 可是至少我發現的是什麼原因 然後我很努力去做一些事情 希望我這些努力的事情可以干擾到大家 當然我也會繼續的減重兼職 我覺得這是我真的認真當YouTuber之後 第一件想做的事情 嗨 今天是二十七天啦 其實我這幾天收集了一些資料 我發現我前面做的東西好像都錯了 生同瘦生除了飲食以外呢 基本上不要做太多油養 就網路上很多資料啦 我發現好像對 應該是要增加我的紅肌肉量 所以呢在第二十七天的時候 我決定要做一件事情 我要增加我早上的運動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已經把這一手撕好了 早上運動有很多種方式 其實有一個APP叫Kips 沒有打廣告喔 我只是用了它很多年 雖然用的次數很少 Kips它這裡有很多個內容你可以選擇 在家裡的話你可以做用三十分鐘 四十分鐘的油養 或者它也有TABATA 如果你們對運動、減肥、健身沒有什麼概念的話 這個東西其實是蠻好用的 我相信在中國比較多人用 另外一個我的教練呢就是 你們知道其實當一個YouTuber的最大老師就是YouTube 我做蛋糕啊做什麼東西我都在YouTube上面學 然後我今天選了一個是有點反光喔 就是14天暴瘦九個動作 就這一個 那我現在開始說早上就是來做這個運動 五分鐘、十分鐘都可以 晚上呢有時間就會做重量訓練 跑步已經不會是重點了 加油!分享訓練節奏 2 3 4 4 5 1 終於做完了 早上做這個有什麼好處就是 你的基礎代謝會增加 一天的基礎代謝 所以呢你一天的燃燒脂肪量就會增加 關於什麼是基礎代謝呢 大家可以在網路上找資料 簡單來講就是一個人一天什麼都不動的話 他會燃燒熱量大概是多少 女生一般上是一千三 男生可能是一千五一千六 我之前在跑步的時候都有喝那個運動飲料 然後後來我發現是 雖然它的糖分不高滿低的 可是因為喝這個跟吃水果一樣 吃10克藍莓跟10克西瓜是不一樣的 我們在講跑步的時候有氧的時候會流失鈉 所以我們需要用運動飲料來補充 可是實際上沒有流失這麼多 所以運動飲料也是不能喝的 在神童期間 也是因為糖 哇 我真的是快一個月一直被這個糖給困擾 所以最好的還是喝水 嗨 今天回到了第三十七天 我自己私下又延長了七天 因為我吃了七天的月子餐 那時候體重其實又回到了 差不多漲了一點多公斤 將近兩公斤 然後就自己私下延長了七天 我相信你們應該可以量解 過去一個禮拜我都沒有量體重 可是我相信你們看到這個樣子的我 應該可以感受到 其實我 欸我應該換下那件衣服 我第一天的衣服 等一下就 咻嗨 結果我剛找回了我第一天拍攝的時候 這件衣服 我把鏡頭往這裡移一下 你們看這裡 我不知道有沒有明顯的差別 可是我感覺是很明顯 因為我自己知道我今天體重下降了多少 我已經整理了過去三十七天 在這個神童期間的感受 有四個優點跟四個缺點 可在這個之前呢 我們先看一下我體重到底降了多少 我覺得應該是 因為是電子證 所以大家不要擔心有作弊的限量 也很大 不過如果差一公斤應該也OK吧 那我們去看一下 你們有沒有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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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是很驚訝 我是覺得沒有瘦這麼多 好像很誇張 可能是因為我又多加了七天的關係 所以又下降了多一點 超過十億公斤 我覺得蠻開心的 好啦這次算挑戰成功 可是我覺得我還要繼續努力 因為到了這個階段的時候 我覺得我要給自己更長遠的目標 我希望我可以從85公斤到70公斤 花三個月 在接下來日子呢 會增加重量訓練 一個禮拜至少要去三天的健身房 如果有健身房的業配可以來找我 那我來分量四個優點跟四個缺點吧 我先說優點好了 第一個優點呢 你在生酮期間 你會在家做飯的幾率大增 因為你出去吃東西的時候 你會很辛苦 而且過去一個都會有變成一個家庭主婦 接下來的一兩個月 你們還會一直看到我推出生酮的料理 就是我怎麼樣去做生酮的 甜點啊 午餐晚餐早餐這些 我覺得我會盡量把我知道的東西 分享給大家 第二件好處呢 就是你在買食材的時候 你很自然就會看食材成分 我在網路上查到講說 零卡的可樂是可以喝的 可是當我去看零卡可樂後面的成分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雖然它是沒有糖分 可是它還是有碳水 碳水比例還蠻高的 我忘了多少 其實不能接受得高 只有我還會再做一期節目 就是五個自製的生酮飲料 第三個是比較困擾我的 就是我的精神變很好 進入同體的時候 我的精神變好 一天大概五到六個小時就會自然醒 但是對於我的問題是 因為我的肌肉是很不好的 我很少休息 有時候我很累的時候 可是我精神卻沒辦法睡 這是一個很頭痛的事情 應該要去多找人家按摩一下 第四個優點 對我來講是非常非常好的 我越來越能耐餓 因為我以前呢 只要一餓 心情就不好 脾氣就不好 不然我才會化妝 我就會這樣 好了咩 走囉 那我們講四個缺點 第一個你是到哪裡 看生酮的心得的時候都會講 就是伙食費變很高 因為我自己都是去超市買 對於我來講 其實 不算會變高 我現在早上 基本上吃炒蛋 不管是加牛油果 阿巴卡托 還是加培根 中午呢 基本上午餐我就不吃了 我會喝防淡咖啡 到晚餐我再吃 所以這樣算起來 也不一定會讓你活食費變高 一天就變成只吃兩餐 我晚餐大概都會在九點的時候吃 因為我很晚睡嘛 我大概都會在兩三點才睡 隔天早上的十點十一點吃早餐的話 就是你是間接性斷食飲 超過十三十四個小時 第二個呢 就是酒量會變非常非常差 那天就是Charlestine打豆賽的生日 你們可以看到這裡有一個瓶子 這酒瓶呢 我在這邊待了四個小時 我只喝了三分之一不到 剛開始喝一點之後 我就很有感覺 所以酒量變好差 那第三件事情呢 就是很容易口感舌燥 所以你會很習慣喝大量的水 我現在一天喝的水 可能會超過2.5到3.5成 這也是好事啊 多喝水 很久沒有喝寒糖的飲料 這糖真的是困擾我很普通 第四個 排便會變少 我在影片的時候有提到 我有喝Detox 我大概有三四天沒有喝的時候 就是比較不順暢 所以我覺得排便會變少 是很正常的 在神通期間 盡量還是要補充纖維質的東西 大概就是這樣子啦 其實蠻開心的 希望可以把這份堅持 跟這份努力分享給大家 我們一起過健康快樂生活 好像要競選這樣 啊你該當選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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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你我該當選吧 跟選廟打給我好不好啊 你人家會給你一禮拜見啦 掰掰